我想說這幾天最熱鬧的新聞 就是巴德國民運動中心 剛好在我的競選總部對面 然後我第一個時間呢就到現場 那時候後來市長你也趕過來 然後我看到那個場面有一點不可思議 因為我了解這是一個有名的廠商 互助營造來做的 一個拼錢算對國國在台灣這麼有名的手上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想請市長說明一下 好 9月18號是山極的地震 那我想不應該發生這個天花板掉落的事件 這個事情絕對是要徹底調查 釐清責任 那我自己在第一時間也跟議員一起到了現場 那看到整個天花板是掉落的 那當天這個工程單位 就跟建築師工會進去勘察 那昨天有三大祭司工會 聯合會勘 開會討論 來確定天花板掉落的原因 那昨天的這個鑑定的結果已經出來 那麼主要原因是負責統包的銳注營造 那麼在這個設計及施工的時候 那麼它的這個天花板的固定 那麼強度不夠 那造成了在山極地震的時候 天花板掉落 那次要原因才是這個救國團 最近所做的燈光工程 那因為燈光工程有卸下部分的天花板再裝回去 那因此我們判定是要由 統包的銳注營造負起責任 那我請問市長一下 銳注營造他現在 銳注營造 銳注營造他只到了保固期限嗎 他現在責任是他的嗎 是 銳注營造是在去年竣工 那目前仍然在保固期 所以我們新工處以及公務局 會依照契約的規定求償 那並且要銳注營造負起責任 現在是不是銳注營造他要負責到底 因為市民不能夠接受說一個三級 在桃園來說三級是很平常 一年碰到好幾次 大概就在三級 昨天參與勘察的銳注營造的代表 那麼也同意這個三大祭司公會的鑑定 那表示願意負起責任 包括賠償 包括修復 那我們新工處的相關人員 我們也會檢討 這個新工處同仁的責任 那市藥園才是這個燈光工程 那我這邊要跟市長要求一件事情 銳注營造他是一個這麼大的廠商 都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是不是市政府要檢查所有的工程 是不是包含那個社會住宅也好 所有的工程是不是下去 因為不曉得什麼時候會發生地震 地震不可預測 我們再總檢查一次 可以 我請這個黃志豐秘書長 負責再見工程 以及我們的公共工程的這個 這個耐震檢討 那我想我們耐震的強度 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指標 那不過巴德國民運動中心 昨天三大祭司鑑定的結果 那麼結構安全沒有問題 一樓到四樓仍然可以繼續使用 五樓羽球場封閉 那羽球場會等到這個修復完成 安全無語以後才會開放 那至於銳注營造的部分 我也說明一下 那麼這個公共工程的招標資訊網 那麼以去年來講 今年2022年 銳注營造承包的案件 還有這個在興建中的還有 包括了嘉義市 林口 山英 這幾個國民運動中心 那社會住宅也有蓋了包括台北市 包括新北市 包括台中市 它其他承軟的公共工程很多 大家上去這個 看這個招標的資訊網就可以知道 所以不管他是優良廠商 發生這個公安事故 就要負起責任 我覺得這個是 我是請說請市長 這個是沒辦法豁免的 市政府一定要追究責任 銳注要負多少責任 叫他絕對不可以逃避 按照契約的規定要賠償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請公務局 那麼按照契約來追究責任 那另外就是請市政府 一定要把最近的 不管是社會住宅 所有的工程再檢驗一遍 以免類似 這麼大的廠商都會有這種事 我們是處處要小心一點 沒有錯 這公共安全的品質我們很注重 其實桃園在升格以後 整體的公共安全品質 提高非常多 但這不代表說 這公共工程就會百分之百完美 仍然有很多缺點需要改進 任何的事件 我都要請所有的同仁 那麼要這個 徹底周延的檢討 各種缺失 那這件事情就是請市長 一定要原辦下去 各個責任要釐清清楚 讓大家能夠有安心 沒有問題 三大機制工會昨天現刊 然後已經在這個 勘察的這個鑑定會議上 已經做出了結論 那後面也會撰寫鑑定報告 我想我們是抱著客觀公正的態度 有第三方 三大機制工會 包括建築師工會 土木機制工會 結構機制工會 一起參與鑑定 鑑定的結果 公務局 體育局 還有營運單位 跟同胞單位 他們也都接受了 好 市長 那這樣子責任 你就辛苦一點 趕快把責任 厘清他們要負責任 好! 好! 好!